王思聪赐过的男女明星不计其数 在所有的护丝中最精彩的应该就是与范冰冰的互怼 王思聪发了一条微博 暗指女明星是坦星 专业蹭红毯 没有演技只会炒作 全靠炒作绯闻走到了今天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范冰冰 可是范冰冰也不是好惹的主 都知道范冰冰和成龙洪金宝有些默许的关系 任凭你家再有钱范也都干嘴 我眼睛如何轮不到你评价 至于你不靠你逼的话一无是处 当时这场骂战可谓是十分的激烈 实力戳中王思聪的痛脚 但是网友也发现 拿开四当日场的王思聪有两个女明星 她从来不碰 一个是景天 一个是刘亦菲 现在刘亦菲这个局已经破了 王思聪发朋友圈 嘲讽陆寒不会演戏 一并把刘亦菲拖下水 说她曾经用一个表情演了几部电视剧 王思聪这次自自骂在点上 尤其说刘亦菲的无表情演技 这次王思聪自以为聪明 对刘亦菲感觉这次应该不会被刘亦菲骂了吧 没想到眼泪一冲 粉丝不干了 刘亦菲的演技众所周知 而且刘亦菲是娱乐圈中少有的 没有几个诽闻的明星 两个原因 一个是没人敢这样做就像寒雪 另一个靠演技就可以进入大众视野 不需要像一些三流明星靠诽闻炒作 网友也纷纷留言 看看人家王思聪短短一段话 采遍了则天记所有的主演 还顺带踩来一脚 刘亦菲网友沈总结 反正除了林德鲜 娱乐圈里的人 王思聪谁都看不上眼 这儿呢 看来 你还不只做过一件傻事 我这一生 只为你做过傻事 我想要的 从事之中不过一个你爸 但有件事我想 你知道吗 我看见师傅躺在冰棺里